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有人说,当你落魄一次,你就会看清很多事情。 社会现实,人情冷暖,即使是这样,我们也要为自己好好活着。 虽然我们会遇到有些人嘲笑我们,看不起我们,针对我们等等, 但是我们活着,不是为了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而活着的。 有些人仗着自己有钱有势,就会看不起别人,不把别人当回事,总是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, 明明与他们没有关系,却还是喜欢来讽刺你,而很多人都会站在他那一边, 这个时候,你才算体会到什么叫生性博良。 或许你也有过被人看不起的时刻,当你被人看不起时, 你也不必去跟别人吵,跟别人闹,虽然心里的滋味不好受, 但是与其跟别人纠缠,不如做好自己,别在意太多, 不要受人影响,越是这样,越来稳住自己。 想要告诉你,如果有一天,你被人看不起时,记住这三句话,你会活得很通透。 第一句,别人的嘲讽冷言,就不必在乎。 越是对你尖酸刻薄的人,越是喜欢对你冷言冷语, 蔑视你的人,你就越不要在乎他们的。 他们都不把你当回事,你也不必去用热情去换来冷漠。 他们对你都不真心,你也不必对他们那么迎合。 他们看不起你的出身,看不起你的能力,看不起你的工作,看不起你的家人。 看不起你的生活,那你也不必把他们当朋友。 真正的朋友,是不会这样看不起你的, 而是真诚对你,不会嫌弃你,更不对你嘲讽, 对你冷言冷语,话里有话,暗暗讽刺你。 你越是遇到一些人说话不好听,总是说一次刺激你的话,讽刺你的话, 你就越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不要恼羞成怒,做出冲动的事情来,得不偿失。 而你的情绪越稳定,越表现得不在乎,别人就越奈何不了你,也就对你没什么好说的了。 第二句,无论当下生活多不好,你也不要自我放弃。 有些人看不起你,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落魄了,就是因为你现在混得不好了,你没钱没事了,你没有价值了,看到你搬到了一个破旧的地方住了,就开始远离你了,刻意疏远你了,不愿意跟你往来了,就是心里看不起了。 生活中,难免会到遇到一些这样视利眼的朋友和亲戚,他们看你落魄了,穷了,就看不起你了。 有些人生意失败了,还欠了一大笔债,不仅卖掉了房子,还有车子,然后回到老家,于是就会有很多人看不起他们,觉得他们生意失败就是活该,总是在背地里说他们的坏话。 面对别人看不起你时,你越不能自甘堕落,你越要振作起来,要为自己争气。 尽管你现在的生活很不如意,很糟糕,甚至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,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我放弃,天无绝人之路,越是人生低谷,越要好好熬过去。 正是因为生活过不好,你才要更加努力,不为别人,就为自己,始终相信自己,一定会好起来的。 第三句,你的心态对了,一切就赢了。 人活着,虽然会有很多人看不起我们,也会有很多人瞧不起我们,我们对待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,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能处理,不要起冲突,不要在意,不要跟自过不去。 而是摆正好自己的心态,始终保持好心态,这样才能让看不起你的人,不能得逞。 他们看不起你,无非就是想刺激你,想看你过得不好而已。 越是这样,我们就越要过好。 怎么才能让我们过得好? 首先就要有一个好心态,积极地去面对一切,坦然地接受一切,然后静下心来想办法解决问题,好好努力。 那些突如其来的暴风雨,无非就是来考验我们的心态,心态不好的人,才会跟别人过不去,跟自己过不去。 别人议论你两句,就气急败坏,就什么都不做了,就想着去报复别人,这样是不行的,你越这样,别人越看不起你。 反而你不理睬那些对你的风言风语,选择沉淀自己。 默默耕耘,静下心来提升自己,心态成熟了,乐观了,才不会受那些人的影响。 正如作家杨将说,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。 漫漫人生路,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弱等闲。 如果有一天,你被别人看不起时,回击别人最好的方式,不是攻击别人,而是改变自己,逼自己成长。 所谓识别三日,当刮目相待,不动声色,默默努力,悄悄拔尖,你就赢了。 灵妖,有人说,人生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,所有相逢,必有缘由。 心理学,有一个叫吸引力法则。 意思就是说,你是什么样的人,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身边,你相信什么,最终也会得到什么。 人这辈子,看似有些不宫廷,但是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,世界万物,皆有因果,谁也逃不掉。 人生因果,就是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你若是付出了努力,始终也会得到一些成果。 人生不是不劳而获的,始终是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,你想要往上爬,过更好的生活,那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 你想要的,取得成就,那就要啃下苦功夫。 杨将先生曾经收到一封信,信中都是诉说他的烦恼和对未来的迷茫,字里行间都是抱怨。 然而,杨将先生马上回信说,问题主要在于,读书不多,而想得太多。 人,想要解决迷茫,走向更好的路,不如多读书,不要抱怨,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,默默提升自己。 身边很多人,都是默默地在提升自己的学历,趁着工作之余,让自己去读书,把自己变得更强,才能在职业中站稳脚跟。 有一个同学,他是本科学历,但是他所在的公司其他同事都是研究生毕业,竞争力太大了,于是他也想要默默地去提升自己的学历,想要获取更大的竞争力。 于是他下班之余,很少参加其他活动,而去选择面授学习,有时候在家里就在线学习,专心考取学历,让自己获得更大的价值。 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付出的人,只有你默默努力,悄悄拔尖,才能经验所有人,这就是人生的因果。 02,人生中的因果,谁都逃不掉,有些结果,从你一开始选择的时候,就因为种下了因,而往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? 就是你必须要接受的果。 人生因果,有得有失,当你一开始做出选择的时候,就已经是在做出取舍了。 所以,任何时候,我们得到的结果都不能抱怨。 想起新居中的冯小琴,她从外地来上海打拼,想要在这座大城市永久地扎根,于是就想到了嫁给上海人。 她遇到了愿意跟她结婚的男人,也知道这个男人是难以靠得住的,典型地得过且过的人,但是冯小琴还是选择了跟她结婚,就是因为她是本地人,可以入上海户口,又有房子住,而且家里有个大姐也很有钱。 冯小琴一开始就看中了这些,但是迎来她也是一些歧视和不被当自己人。 男人的家人,虽然表面上说把她当自家人,但是遇到什么事情,都是把她排除在外地,虽然她也得到了上海户口。 成为了上海人,但是她还想要丈夫有出息,于是跟丈夫报班学习,然而丈夫根本就不喜欢,也不想有出息,她想要买房,让丈夫去借钱,然而丈夫根本就不想再负担房贷,想要在家里受父亲和姐姐的照顾。 冯小琴虽然成为了上海人,但是她过得并不幸福。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的因果,有些东西让你得到了,而有些东西注定会失去。 很多人想走捷径,却到最后发现,其实通向成功的捷径都是陷阱。 冯小琴就是这样,她的因事选择了捷径,而她的果,就是要接受丈夫的平庸和婆家的轻视。 这都是她应得的,逃不过的。 03,人生本来就是沟壑万千,有因必有果。 做人,当你做得太过分的时候,自然也会受到一些惩罚,而往往因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,造成的结果,是自己这辈子也难以承受的。 冯小琴丈夫的姐姐顾清瑜,就是她大姑,一直也看不起她,只会为她弟弟着想,而一直像房贼一样防着冯小琴。 说到底,顾清瑜根本就没有把冯小琴当家人。 所以,很多矛盾的产生,其实都是顾清瑜在插足了他们两口子,让他们无法和谐。 正是因为顾清瑜太有主见,太有想法了,而冯小琴丈夫则一点主见都没有,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所以冯小琴才会如此闹腾。 顾清瑜每次在他们两口子闹矛盾的时候,都在偷偷地帮弟弟分析婚姻,叫他离婚。 而被冯小琴听到了,闹着离开,没有想要跟丈夫在楼梯间发生了争吵,丈夫也不小心摔下去,去世了。 顾清瑜过多地干涉弟弟的婚姻,最后弟弟去世了,很大部分原因也是他造成的结果。 他尽管很伤心,很难过,但是弟弟始终也无法回来了。 人生中,有些因果,一旦著成了,谁也逃不过,在算计别人的同时,可能也算计着自己,根本不是自己赢了。 法巨经,有云,行恶的恶,如重苦重,恶自受罪,善自受服。 人这辈子,世事无常,但是人生过得好坏,皆有因果。 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,这个世界就会如何对待你? 你种下什么因,便会收获什么果? 所作一切,皆有回响。 我收藏了这么一段话,心里总是忘不了,每天都翻开看看,人生中出现的一切,都无法占有,只能经历。 我们都只是时间的过客,总有一天,我们会和所有的一切永别。 深知这一点的人,就会懂得,无所谓失去,只是经过而已,亦无所谓得到,那只是体验罢了。 经过的,即使在美好,终究也只能是一种记忆,得到的,就该好好珍惜,然后在失去时,坦然地告别。 岁月四季在轮回,尘世众人皆是过客。 冬天,花枯春暖花开,无谓失去与得到。 过往即使在美好,亦是经历与回忆。 失之坦然告别,得知定然要珍惜。 生活不必去贪婪,日子切末去奢求。 知足才能有快乐,快乐才能享幸福。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释怀的,也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,都要学会看开一些,学会释然,这样人生才能活得开朗。 就像苏氏一样,前半生叱咤官场,后半生心中释然,拿得起,放得下,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。 一个人释怀的越多,就越活得平和,从容,淡定,坦然。 其实人生所发生的一起,好的,不好的,都会过去的,希望我们能够早日释怀,然后保持好的心情,开心地活着。 人生 释怀一段感情的经历 相信每个人都有过一些感情的经历,遇见一个人,自己心动了,喜欢上了,以为对方也对自己有好感,以为遇见了对的人,却相处之后,只是自己自作多情。 对方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,只是觉得跟自己聊得来而多聊几句而已。 感情这件事,不能强求,当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,对方却不喜欢你,你一次次地试探,换来一次次的失望之后,你就应该明白,对方不喜欢你,所以才会故意每次都回避你的问题, 就是在说明对方其实就是在跟你保持距离,希望你能够支进退。 所以,在感情上,遇到了一些波折式常态,不是每一次遇见都能够得到好的结果,当我们碰壁之后,知道了不可能,没有结果,那就不要去强求,自己学会释然,放下这段感情的经历,然后开朗地活着,终究有一天,你也会被温柔相待的。 人生,要释然一份工作的不顺利。 工作上的事情,十有八九是不如意的,遇到不顺的时候,不要抱怨,也不要消沉,而是积极看待问题,压力太大的时候,学会让自己放轻松,保持好的心态,不要责怪别人,而是自己默默努力。 人生或许都会经历一段不顺的时光,或许你工作做得很好,但是裁员名单里还是有你。 遇到突然的失业,不知错所,心里委屈,只能默默吞掉,然后打起十二分热情,继续去寻找工作。 只要你不放弃,不眼高手低,工作是会找到的,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。 人生,要释然生活得不如意。 人生不易,生活艰难。 或许你有一段时间处于人生的低谷期,没有工作,没有收入,每到交房租的时候,就特别头疼,扛着压力,每天吃一顿饿一顿,在底层中挣扎。 或许你的前半生过得很风光,却后半生过得有些悲凉。 其实人生,就是一个山崇水复移无路的过程,只有你不放弃,是是看开,学会知足,依然能够找到幸福的。 越是在不如意的时候,我们越要保持简单的心,努力上进,不要想太多,不要奢望太多,当你认真生活的时候,生活始终会善待你的。 没有如意的生活,只有看开的人生。 人生有时候很无奈,很无助,我们也要忍着熬过去。 生活中的不顺,要学会释然,忘记不愉快,才能心宽如海。 2022,新的一年,学会释然吧,一切都会过去的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人生,心宽一尺,路宽一丈。 一岁一年龄,一岁一心静。 人生学会释然一切,没什么过不去的。 爱恨情仇,心宽四海。 正如杨将先生说,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。 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 人生学会释然,看淡一切,懂得断舍离,卸下心中的泪,这样才能轻装上阵。 毕竟,人生短暂,看淡释然,过往不易,未来不惧,要求赏花,欺查品名,人生几何,及时行乐,清闲终老,不负时光。 零一,人这一生,不要想太多,不要在意太多,要学会释怀,看淡一切,看开一切,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万事随缘,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。 我们这辈子,谁都不是完美的,正是因为不完美,我们才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,我们才成为了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自己,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都有自己的人生路,要走,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命述的,人生中的一切,冥冥之中,不管是好的,还是不好的,都是早已安排好的。 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,都是无法抢求的,无法左右的,我们唯有顺其自然,万事随缘,用一颗豁达开朗的态度,去接纳这所发生的一切,然后乐观地活着,活在当下,珍惜当下,不要计较太多,不要去抱怨,上天是公平的,他收走你什么东西,早晚都会找机会还给你的。 奈何人生起起落落,变化无常,世事难料,我们一切都是难以掌握的,要顺应自然,跟自己说一声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零二,人生经历跌跌撞撞,也是最好的安排。 看到街头大厨这个纪录片中讲述了一对夫妻,他们欠了很多债,卖掉了房子,甚至是走投无路了,被债主追上门来,那种感觉真的是处在了绝境之中。 夫妻两对债主说,我们已经改行做餐饮了,能不能宽限一下,赚到钱马上就还给你们。 夫妻两得到了宽限,开了一家鱼粥店,用自己独特的手艺打出了一片天地,而且价格亲民,料又足,渐渐地吸引了很多顾客,生意也越来越火爆。 夫妻两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,一天到晚忙碌着,就是把债务清完,每天结余,都还一点给债主,剩余一些又用来拿去备货。 如此循环,经历了两年的艰苦奋斗,终于把债务还清了。 然后他们继续努力,把失去的房子都买回来,通过他们的坚持和不懈努力,在广州买了三套房,如今的日子也算是非常圆满了。 人生是一场你想象不到的旅程,跌跌撞撞也是一种人生,没有谁的人生是一直风平浪静的,无论是桎固还是顺途,都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历,这一切都是上天对我们最好的安排。 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面对上天的安排,好好努力,摆正好心态,一切随缘,让该来的来,让该走的走人,我们顺其自然,用心活着,做自己该做的,等到时机成熟了,自然就心想事成了。 03,缘分来来去去,皆是最好的安排,无法强求,唯有随缘。 人这一生,不管你遇见谁,跟谁在一起,又跟谁分开,其实都是缘分的安排。 缘分是天注定的,该出现的时候,就会出现,谁都意想不到,谁都无法左右,是不能够强求的,该是你的缘分,就注定属于你,不该是你的缘分,注定都会失去。 我们面对缘分,面对所遇见的人,一切随缘就好。 遇见一个人,或许是爱上了,但是无缘在一起,或是无缘走到最后,我们都不要耿耿于怀,毕竟遇见了就是缘分,至于缘分的长短,我们就顺其自然。 也许你是在遇见了一个错的人之后,才会真正碰上那个对的人,而那个错的人你相遇一场,他的出现也是必然的,必定教会你些什么,从而让你对爱情有了更深的认知,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,才会遇到了后来那个真正对的人。 人生就是这样,有时候说巧不巧,又觉得很奇妙,当你不再强求,当你学会随缘的时候,仿佛之中又给了你惊喜。 也许,也许,这就是天意,也许,这就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 我们这辈子,遇见过,爱过,痛苦过,甜蜜过,最后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历一段非常难忘的过往,有深情,有悲痛,有失望,有念念不忘,有刻骨铭心,令人想起来的时候,不得不说,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。 人生才会成就现在的自己,遇见最好的自己。 所以,人生无论是遇见什么人,都绝不是偶然,而你也无需急于拥有谁,无需勉强谁,该留下的始终会留下,该走的也终究会走,万事皆有安排,各自有各自的缘分,与其刻意,不如随缘。 零四,人生一切,皆有安排,随缘就好。 我们这辈子,不管经历了多少的不如意,也不管经历了多少的惊喜收获,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 上天为你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,因为他不会把幸福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。 所以,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精彩的,有起有落,有喜有悲,有苦有泪的,才成为了完整的人生。 人活着,就要学会随缘,用积极乐观的心去面对一切,无论是生活,还是工作,还是感情,都要随缘,保持心宽,那么人生才能活得自在。 以前总觉得,大部分年轻人会感激父母辛苦付出,可如今才发现,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网络上发泄着对父母的不满。 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讨厌自己的父母? 很多人会说,因为父母没有人脉,没有钱,年轻人享受不到更好的生活,所以埋怨父母,发泄心中不满,十足的白眼狼。 但站在孩子的角度,或许他们开始讨厌父母,是因为父母在某些地方伤害了他们。 01,埋怨父母见识短眼界浅,还要干涉自己的生活。 有这样一群孩子,他们家庭条件一般,父母辛苦供他们读书,他们感恩父母的付出,可到了30岁他们才知道,父母见识短眼界浅让他们浪费了十年光阴。 高中毕业填报志愿,父母给不出任何建议,但还要不懂装懂,逼着孩子填一个他不喜欢的专业。 上学后,孩子发现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很差,可他也不知道什么专业好,甚至很多同学开始考工考研,他连公务员、研究生都不知道是什么。 大学毕业后,他们对未来产生迷茫,不知何去何从,父母给不出任何建议,却开始向孩子要生活费。 为了谋生,他们不得不赶紧找一份工作。 职业规划是什么,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思考,只能先一步步走下去,一旦走错一步就很难回头。 而其他的孩子,父母见识广,能帮助孩子出谋划策,让孩子更早看穿生活真相,及时醒悟,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。 就这样,到了三十岁,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终于知道年轻时自己的幼稚、天真和愚笨,不懂得社会规则,可那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点迷津,父母还不懂装懂瞎出主意,耽误自己的前途。 于是他们开始讨厌父母,怨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见识钱,给不了自己任何意见和指引。 可他们又自责不能这样想父母。 三十岁,他们才弄懂生活的规则,想要重新来过,却竞争不过年轻人,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,他们开始像父母一样,成为了被生活困住的人。 零二,父母过度掌控年轻人的婚姻,孩子什么时候结婚,是父母关心的问题。 一旦孩子过了二十五岁,父母就为孩子的婚姻大事着急。 首先是频繁给孩子介绍相亲对象,孩子不愿意前去,父母逼着孩子去。 其次是孩子相亲结束后,一旦没有看上相亲对象,父母就不依不饶。 埋怨孩子挑剔,仿佛孩子今天相亲,明天就必须结婚。 越来越多年轻人,生活压力大,不愿意早早结婚,更不愿意为了结婚而和不喜欢的人步入婚姻。 可父母不理解,他们觉得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。 条件差不多就行了,不要挑了,年龄大了不好找了。 有一些父母,为了孩子结婚无所不用其极,哪怕一个二婚带娃的人都能介绍给自己孩子,孩子看不上就是要求高。 还有一些父母,甚至表示只要孩子结婚,哪怕第二天离婚都没关系,在他们的世界里,孩子不结婚非常丢脸,至于孩子的幸福他们才不在乎。 一个父母,不在乎孩子婚姻是否幸福,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,逼着孩子结婚,孩子能不越来越讨厌父母吗? 大学一个女生,毕业后一年就结婚了,结婚前夕,她跟她父母说,如果我离婚了你们就心里开心了吧。 这个女生根本不想结婚,但她心软不敢反抗,可能这一辈子做得最狠的事情就是随便找个人结婚,让父母着急。 果然,女生结婚一年就离婚了,原因是老公有间歇性精神病,结婚前隐藏得很深。 女生父母将女生带回家,和丈夫离婚了。 父母伤心后悔,女生成了二婚,这段婚姻大家都是输家。 结语,我说了这么多,不是为年轻人找借口,而是想告诉一些父母,如今的社会和以前不同,现在处处都是关系人脉,到处都是潜规则,已经不是你踏实肯干,就能赚到钱的社会了。 一旦孩子在人生大事上没有一个见过世面的长辈,出来指点一番。 可能会花几年时间试错,而其他有人指点的孩子,根本就不会走错路。 当你抱怨孩子对你态度不好,埋怨你不能帮他们时,或许你不仅不能帮到孩子,还会瞎出主意,甚至看到别人说什么工作好,就逼着孩子去做。 全然不懂社会到底是什么样,还要干涉孩子生活。 孩子要体谅父母不容易,父母也要理解孩子的愤怒和不甘。 01来昂纳德,科恩说,万物皆有裂痕,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难熬的时光,请你摆正好心态,越是艰苦时,越是修心时,心中向阳,逆风翻盘,乘风破烂会有时,直挂云翻济沧海。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,十之八九人,我们的人生总会经历一些风波,也会遇到各种难事,各种烦恼的事情。 你要记住,心态好,一切都好。 心态决定人生,一个人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生活,生活便是什么样的。 心态成就未来,不管当下遇到什么事情,保持好心态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零二,风子凯说,心大了,事情就小了,心小了,事情就大了。 人生要也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,学会包容和理解,学会接纳和原谅,学会大度和给人留余地。 当你的心态乐观时,你的格局也是在提高的。 心态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遇到事情的时候,先不要抱怨别人,不要指责别人,学会冷静下来,多一点包容,少一点计较。 那么心态好,人缘好,人生路越会越走越宽。 想要获得幸福和快乐,不管与谁相处,都要懂得少计较一点,多一些退让,不要多多逼人,凡事看开一点,看淡一点,待人宽一分是福。 当你的心态好了,生活也会过得顺心了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和谐起来了。 常怀感恩之心,记住别人的好,也是在自己打开一扇窗。 03,心态好了,人生就顺了。 人生路上不一定一帆风顺,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麻烦事,每个人都经历一段坎坷的路,其实谁都是从跌跌撞撞中走过来的,希望你在人生艰难的时候,遇到挫折的时候。 别焦虑,别迷茫,一件事一件事,这样去解决,心态一定要好,这样才能让你走出困境人,强大自己,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人生起起落落是长天,生活有时候更是会莫名其妙棒打我们一锤,不管怎么样,我们都要笑着面对,都要承受着,然后坚强起来,与生活握手言。 也许我们已经很努力了,但是还是没有得到生活的优待,也请你不要这么快就放弃,说明老天考验的是我们的心态。 生活虐我们千万遍,我们依然要笑着面对生活,别抱怨,别着急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04,心态好了,人生一切都会好的。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很不容易,如果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,就要学会停下来休息一下,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,容易令人崩溃的。 如果压力太大了,就处处走走,放松一下,或是听听音乐,调整好心情。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都要好好善待自己,学会照顾好自己。 不管多么忙碌,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胃,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按时吃饭,早点休息,没什么过不去的,大不了就是一觉,醒来又是新的一天了。 当升起的太阳用温暖的阳光把我们照醒的时候,一切都是新的开始,活着就有希望。 只要心态好,相信自己,风雨过后,会遇见彩虹。 05,那么,如何让我们拥有好心态呢? 做好这几点。 1. 懂得知足 幸福始于知足,懂得知足的人,才能拥有快乐。 人无完人,事无完美,人这辈子,不求大富大贵,但求平安健康。 当你学会知足了,珍惜当下,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,不要想太多,拿得起,放得下,不贪婪,不执着,封营自己的内心,去除杂念,知足常乐。 2. 善待自己,活在当下。 人生不过是三万余天,愁也是一天,喜也是一天,何必开心地过呢? 3. 人生苦短,并不是来日方长,我们要活在当下,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,不怨不恨,不争不抢,以淡淡的心,过淡淡的日子,善待自己的身体,怎么开心怎么过。 3. 一切顺其自然,随遇而安。 4. 人生要看淡得失,看开成败,看开起起落落,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,无论是面对生活中的聚散离合。 4. 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,坦然地去接受。 5. 不管遇到什么,好的坏的,一切都会过去的,一切也会好起来的,我们尽管摆正好心态,从容豁达,用心甘情愿的态度,去随遇而安的生活,一切顺其自然,就好。 5. 岛屿,人生不求完美,但要求完善。 5. 面对生活,要满怀希望,朝着新的目标前进。 6. 放宽心胸,方得余地无穷。 7. 多读书琴学习,长知识有智慧。 8. 以善待人爱自己,生活过得有意义。 下面这五句话,干净通透,度了无数人。 1. 行走在人生路上,谁都是孤独的旅客。 千语千寻中说,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,路途上会有很多站,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。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,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,然后挥手道别。 2. 人生这趟旅程中,会遇到很多人,但是没有人能够陪你走到最后,每个人都是到站了就下车,我们也要学会独立,学会长大,学会承受,学会哭过之后,还可以微笑地拥抱。 2. 要知道,人生路上,往后的路程都是靠自己一个人走下去的,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的,别人只是陪伴你一程,却陪不了你一辈子。 3. 人生路上,谁都是孤独的旅客,学会冷暖自知就好了。 4. 当你学会了独处,学会了孤独,才能享受属于你的一个人的清欢。 2. 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,不完美才是人生。 自古以来,没有谁的人生是百分百完美的,再有才华的才子,也有爱不得的人,比如难兰荣弱,一生富贵。 3. 才华横纵,却心里爱的人而得不到。 4. 人生始终有一种遗憾,是你得不到的,注定形成了不完美,而这种不完美,便是人生。 5. 人这一生,有很多事情是自己不能控制的,也有很多事情是意想不到的,出乎意外,有惊喜,也有遗憾,有不甘,也有小确幸。 5. 人生就是这样,不会事事如意,但是也偶尔出现一些小惊喜,不管人生路多难,我们仍然要继续走下去,不许停,也不能回头。 5. 生命必须有裂缝,阳光才能照进来。 6. 学会接纳人生的伤疤,接纳人生的不完美,人生毕竟是有得有失,有起有落,不要事事追求完美,人生尽力过好就行了。 3. 人这一生,需要聪明,也少不了糊涂。 有人说,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一半清醒,一半糊涂。 该清醒的时候清醒,该糊涂的时候糊涂。 聪明是天赐的礼物,糊涂是人生的一种修为。 人可以聪明,但是不能歪门邪道去做坏事,更不要自作聪明地认为自己很厉害。 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,保持一点谦虚,不要骄傲,不要张扬,低调才是人生的智慧。 糊涂做人,不是装聋作哑,而是不计较,不纠缠,知道底线在哪里,只不过是不想浪费时间跟别人计较而已,但是心里却是明白的。 人与人之间相处。 其实,很多时候都需要糊涂一点,不必过于清醒,太爱计较,就伤了感情了。 人生该糊涂的时候,就心宽一点,别计较,这样自己也会活得很舒坦。 四,人活着,要让别人舒心,也要让自己快乐。 世事动名皆学问,人情恋达及文章。 人这辈子,懂得为别人着想,才是好品质,是一种善良。 但是爱人六分,也要留四分给自己。 人不能爱得太满,懂得留一点时间来爱自己的人,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。 自爱,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具备了,懂得自爱,才不显得自己太廉价,太卑微,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 人的善良,也是有锋芒的,不然,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,当成了理所当然,不仅不懂得感恩,而且还可以陷害于你。 所以,人在爱别人的善事,也不能轻视自己,做人做到对别人问心无愧就好,其他的,就学会取悦自己,让自己快乐吧。 五,人永远不知道,谁哪次不经意跟你说了再见之后,就真的不会再见了。 在朋友圈中看到有一个人说,通过反反复复的疫情,和很多不正常的意外事件,仿佛在提醒我们,钱财在好,也好不过生命,名利在大,大不过健康。 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,人间的面,见一面少一面,来日不一定会方长。 再见不一定能再见,没有永远的永远。 身以为然,人生无常,世事难料,人要活在当下,珍惜眼前。 很多人活了再见之后,可能就是再也见不到了。 其实慢慢长大后才发现,身边的亲人,朋友,爱人,一个个离开,很想抓住他们,却他们从没有给过挽留的机会。 人生,有想见的人,就抓紧去见吧,能拥抱的时候,就不要牵手,能牵手的时候,就不要并肩而行。 人生始终要且行且珍惜,珍惜身边人。 人这辈子,最好的活法是什么呢?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,才渐渐明白,人这一生,说到底,是过给自己的。 一生之中,谁也无法一直陪你下去,关键就还是要看自己。 然而我们最好的活法,便是要懂得爱自己,抚养自己,保持好心态,爱惜自己的身体,丰富自己的精神,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 其实最好的避风港是自己。 人这一生,终究要活成你自己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有自己的兴趣爱好,不要去在乎太多,不要去想太多没用的东西,要学会为自己而活,才是终身美丽的开始。 一,人这辈子,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,锻炼好身体,是人生活得好的第一步。 没有健康的身体,就没有一切。 以前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身体挺好的,特别能熬,也特别能扛,于是多么都觉得不没关系,总觉得自己还年轻,身体没事的。 后来,不知怎么的,就感觉特别容易疲惫,一下子就病倒了,才知道原来是自己一直忽略了对身体的照顾。 身体不是年轻的资本,身体是一辈子的财富,不要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去做事,这个非常不值得。 一旦你透支了自己的身体,那么身体垮掉了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人生最好的活法,就是懂得爱惜身体。 劳逸结合,忙碌工作的同时,也要懂得按时吃饭,好好休息。 人要有一个好的作息习惯,不要熬夜了,健康是非常可贵的,不是关乎自己,而且还关乎你的家人,好好保养身体,经常锻炼,按时睡觉,对身体负责,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 要知道,好身体,才有好的一切。 二,人这辈子,要保持好的心态,心态好,命才会好。 人生,其实活的就是心态,好心态,便是最好的养生。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我们始终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,不要总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,更不要活得太悲观。 特别是当人老了之后,更是要乐观地去生活,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,你始终不能放弃自己。 想起村里的一个老人,他八十几岁了,却活得很压抑,可能是觉得老伴不在了,子女也没有陪他说说话,他想不开,就投何自尽了。 这件事让人非常惊讶,其实他生活是很好的,吃得好,睡得好,住得好,家里条件也不错,但是就是想不开,所以才发生了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。 人活着,多想想自己,少在意太多,其实别人忽略了你,没关系的,我们可以自己去寻找一些乐趣。 如果你感觉到生活很无聊,很孤单,那你可以出去找别人说说话的。 也可以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,这样烦恼就减少好多了。 人这一生,贵在好心态,心态乐观,整个人生都是发着光的。 任何事情都不是我们活得不开心的理由,人一定要学会让自己开心,懂得为自己而活,凡是想开一点,心中向阳,生活始终是充满精彩的。 三,人这辈子,丰富自己的精神,才能活出最好的自己。 杨将先生说,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在某个人身上,得到了爱情,也未必拥有金钱,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,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,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,才是淬炼心智,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 一切快乐的享受属于精神,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,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。 这便是人生哲学。 你要知道,人这辈子,其实活着就是给自己看的,不是给别人的。 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你,不管别人对你的生活有什么看法,其实都无所谓。 你尽管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,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,丰富自己的内心,才是最好的。 看到很多人,或是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,或是专注自己喜欢的事情,或是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或是抽空看一本书,或是做一些甜品。 或是出去钓鱼等等方式,去让内心得到平静,以及风盈。 那么人的精神世界也会风盈起来。 想起作家林清玄说,人生不过就是这样,追求成为一个更好的,更具有精神和灵气的自己。 所以,人生最好的活法,就是在于活出自我,修炼一颗强大的内心,让自己找到了幸福。 01,人这辈子,最重要的就是心态,心态好,一切皆好,心态不好,一切都不会顺利。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有欢喜,有忧愁,有痛苦,有烦恼,有惊喜,也有意外和难过。 面对人生的一切,最重要的就是修炼一颗好的心态,不管是顺境,还是逆境,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,好好活着。 在人生不顺的时候,我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,坦然地去接受,不抱怨,不悲观,继续努力向前看,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 在人生顺利的时候,我们要用平和的心态去生活,不张扬,不高调,岁月静好,低调就行。 想要过好自己的日子,就要心平气和,安静地生活,不去羡慕别人,也不必跟别人攀比,在自己的节奏里,过好自己的人生就行。 02.有人的地方,就有江湖,有江湖,就会有纷争。 02.人这辈子,或许会遭遇到别人的歧视,也或是会被人看不起,也或许会被人在背后议论纷纷,也或许会被人算计,被人出卖,被人欺骗等等。 02.人活着,尽管有很多不如意,但是心态却只有一个,无论什么时候,遇到什么事情,我们都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,就不要会那么多烦恼的事情。 02.就算是被人看不起,我们也不要跟别人,就算是被人议论。 02.我也不要跟别人较劲,不与烂人,烂事纠缠,始终保持自己的好心情,保持平和的心态,去做好自己的事情,才是最重要的。 02.你要知道,很多时候,你过得不顺利,其实都是心态造成的,唯有保持好心态,才能让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03.生活不管是坎坷还是平坦,我们始终要一步步来,不要好高骛远,不要心比天高,心态乐观,一切都会很好。 在人生里,我们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? 01.当你心态消极了,先停下来,想一想,自己为什么会消极了? 01.其实,心态就是你的思维和外界的联系,一旦没有调整好,失去了平衡,就会情绪失控。 01.梦子有云,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。 01.在我们心态不行的时候,或许是外界带给我们一些压力和委屈,让我们感觉到不公,让我们心里难受,才会心态崩塌了。 01.我们也要停下来,反思一下自己。 01.如果是自己也有错,那么去抱怨也没有用的,先冷静下来,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,思考一下如何改变现状,如何让自己平衡这一切。 01.当你相通了,想清楚了,眼前的迷雾自然就会散开了。 01.有时候,别人并不是伤害我们的刽子手,反而是自己想偏了,导致自己看不开。 01.人生遇事要学会冷静。 01.慢慢来,才能抚平自己的思绪,调整好心态再启程。 01.心态不好的时候,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,让自己忘记烦恼,缓解压力。 01.比如说,有人喜欢运动,有人喜欢听歌,有人喜欢看书,有人喜欢找人聊天,有人喜欢画画。 01.当你心态不好的事情,你能够安静下来做好你喜欢的事情,本身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。 01.人生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,关键是自己的心态。 01.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调整心态的方式,你才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,让自己的人生顺利起来。 01.我们的心态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,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。 01.所以我们要学会沉添自己,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,不在乎别人说什么,不在意得失成败。 01.看看一切,找到自我,开心地活着,乐观地往前走,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才能掌控好自己的人生。 01.愿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过得越来越美好。 01.心态好,一切皆好。 01.出祖达摩说,不谋其前,不律其后,无恋当今。 01.人生,行也安然,做也安然,穷也安然,富也安然。 01.看待一切,宠辱不惊,看亭前花开花落,得失无意,随天际云卷云输。 01.尽量当下自己的好胜心,不必为难自己,也不必强求,想太多就会让自己很累。 01.人生要学会断舍离。 01.去掉冗余,才能开阔自己的心境。 01.做自己该做的事,做自己能做的事,该吃吃该喝喝,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。 01.拥有好的心态,才能拥有好的人生。 01.所以,人要修炼一颗平和。 01.美好的心态,才是最好的养生方法。 01.不要计较太多,不要想不开,保持美好乐观的心情,才能感受到一切美好。 01.人这一生,最好的生活状态,莫过于拿得起,放得下。 01.然而,拿得起很容易,放得下往往是会很折磨人,甚至很考验人,也是在修炼人的心智。 01.人生不容易,更不会是一帆风顺的,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。 01.然而我们要懂得拿得起,放得下。 01.面对得失,面对成败,面对喜悲,面对别离。 01.即使有时候很无奈,但是我们也要懂得看开,学会放下,才能重新开始。 01.正如三毛说:"上天不给我的,无论我实质怎样紧扣,仍然走漏,给我的,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,都会拥有。 01.人生不要纠结过去,不要在意得失,要知道,得失随缘,成败也没什么的,大不了重头再来。 01.不管生活虐,我们千万变,我们依然要热爱生活,始终乐观地活下去。 02.或许生命中曾遭遇过一些事情,让自己感觉到害怕,成为了阴影,难以走出来,时常会梦见,记忆中也会像迷宫一样,怎么跑也跑不出去。 01.后来才发现,其实往事都已经过去了,也没那么可怕了。 01.其实你原先恐惧的,现在看来,不值得一提,现在你难以承受的,未来终究会过去,过不去的,会陪伴你一生,你在难受,在逃避,也终究要学会跟他相处。 01.所谓成熟,无非两个标志,喜欢的依旧喜欢。 01.但可以不拥有,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,但可以面对。 01.所以,人生要懂得放下过去,展望未来,人生活的就是一种心态,唯有学会拿得起,放得下,我们才能让日子越过越好。 01.就算是不成功,也可以幸福,人生需要自己治愈自己。 01.没有工作的一年中的,何与失业了,而找工作也屡次碰壁,因为他的事情成为了行业中的黑名单,所以没有人敢用他了。 01.后来,他在家里学习,清理一些东西,而他的室友邀请他一起出去摆地摊,他不想去,因为怕碰到熟人而觉得丢脸。 01.但在室友的刺激下,何与还是过去了,然而始终下不来面子去卖东西,生怕被别人认出自己来。 01.然而碰到了几个朋友,其中有一个人还看上了他的包包,八十块就买下了,让他非常心疼,因为他是八千块买来的,想要花高价买回去,而被朋友看出来他是失业了,才来摆地摊的,然而因为可怜他,而把包包送给他了。 01.他虽然是失而复得,但是也没那么开心,因为他知道别人是因为可怜他,才会如此。 04.室友问他是不是觉得失业就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,何与觉得就是,因为他才三十岁,正是拼失业的黄金期,本来可以平步清云,腰缠万贯,结果在这里摆地摊。 01.太丢人了,其实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的,有些人虽然比你年轻,但是身上的坏账却不比你少。 01.人不能活得太累,别非要去维护你这个成功者的形象,就要不停地撒谎,到最后就要用更多的谎去圆他。 01.而你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圆这些荒上面,你还怎么生活,怎么工作,怎么学习呢?反正你现在已经都是人生最低谷了,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差的呢? 01.反正你的人生已经处于低谷了,也就没有必要再害怕失败和失去了,那些虚荣的面子和奇怪的好神奇,可以统统都抛掉,你要用更加敢于试错的勇气,豁得出去的拼劲,也要一定走得出低谷的决心。 01.人生,放得下面子,放得下自己的架子,能趋能伸,才能走出人生低谷。 05.其实生活就是这样,你越是害怕,越是放不下,你就会越活得痛苦。 01.虽然放下很难,但是请给自己一点时间,慢慢来,不着急的,人生想开一点,不要伪装自己,活出真实的自己,就是最好的自己。 01.苏氏说,人生如逆旅,你我皆是行人。 01.人生这趟旅行中,我们都是岁月中的过客,没什么是放不下的,工作丢了,大不了再找,在本行业里即使找不了,大不了就换一个行业,没关系了,不要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。 01.人生路走到尽头时,请记得学会拐弯,往往会有另一条出路,等着你的。 01.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的一句台词,当你握紧双手,里面什么都没有,当你打开双手,世界就在你手中。 01.你要学会放下那些没结果的执着,面对得失,成败,唯有看开了,才能重新拥有。 01.世间万物,难舍难分,但有舍有得,唯有拿得起,放得下,才能把生活活得明白,清醒而坚定。 回家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 澳 redesign